轰然巨响后 沙尘烟雾散去 被炸焦黑的军用推土机在路中央 还有一位蒙面男子在镜头前放狠话 这是哈马斯成员 释出在拉法伏击以色列军队的最新画面 面对敌人隐身在各个角落 随时跳出来给予致命一击 以色列的反击 就是拿出最自豪的科技力量来回境 尤其这几天发生的黎巴嫩通讯设备爆炸事件 更让以色列军一支编号为8200的最神秘部队成为焦点 因为有情报指出 这支8200部队就是这场引爆行动的幕后藏颈人 8200部队也会结合电子战的技巧 包括就是改装这些通讯器材 用来收集或者是渗透敌方的通讯网络 比如在1996年 这其实以色列就已经使用手机 就是对付这个哈马斯的恐怖分子 当这个首领他在接手机的时候 那就启动炸药把它引爆 以色列国防军到2018年 才证实有这支特殊部队存在 作为军队里最大的单位 8200部队是独立于摩萨德与辛贝特等 情报单位的国防部门 如同各国顶尖的网络部队 他们负责情报收集 网络防御和海客攻击 政府会网罗各高中数理精英 并提供学杂费 采取斯巴达式培训 毕业之后就直接进入部队 因为在破解这些网络的密码 或者是要骇清敌方网络的话 都需要很好的一个数理的 一个就是计算能力 前8200部队成员表示 即使训练严苛 很多人还是挤破头要进来 而且流动率很高 毕竟这份军事经历 就是块金招牌 让很多高科技公司都想挖角 不少退役的人 甚至在美国矽谷 创立市值达数十亿美金的公司 尽管以色列至今都没证实 8200部队是否参与策划攻击珍珠党 但这场谋划一年多的爆炸案 时间轴越来越明朗 9月17在黎巴嫩先引爆的呼叫器 由一间2022年4月 在保加利亚成立的公司经手贩售 同年5月 匈牙利也收到一间 名为BAC的公司申请注册 接着同年6月 BAC和已经合作三年的客户 台湾金阿波罗公司说 想自行生产呼叫器 因此双方改签下商标购买合约 并清楚显明BAC会出货到黎巴嫩 黎巴嫩呼叫器爆炸案的源头 追货品也追金流 昨天匈牙利媒体Telex 最先报导说 注册在保加利亚的Norta Global 才是从台湾进口呼叫器 安排交给真主党的执行公司 BAC只是用来做掩护的 换句话说 这两间在匈牙利 以及保加利亚的企业 都是以色列情报机构的空壳公司 而中间插进一个 和第三方有相关的贸易来往记录 都是为了让真主党 不会对这批呼叫器起疑心 让以色列特务成功渗透到供应链 那当然这涉及到要养线 也就是这些公司不可能凭空出来 就会取得一定的这个新的 那他在成立之后 可能会由其他的 这所属的这个情报集团的公司 进行一些就是纸上的交易 看起来就是有些 就是公司实际的往来 这叫做洗身份 最新调查发现 保加利亚Norta Global公司负责人 是一位印度裔公民 在2015年迁居挪威 但传出他17号就去商务旅行 现在也下落不明 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 却也让包括台湾在内 许多国家无辜卷入 以色列的这场谍报战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